电话的演变史 室内电话在手机还没出来前 是每个人的通讯必备体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可避免会使用到电话和别人沟通 但你知道电话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吗? 谁发明了电话? 谁是电话的发明人一直都存在着争议 现代电话是许多人共同工作的结果 不过亚历山大格拉罕姆菲尔是第一个拥有电话专利的人 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电话的发明者 那么电话是如何眼镜至今的呢? 在1950年代此时是电话强机为当时最流行的机型 其功能及构造均已成熟 使用时需先旋转发电机摇杆 产生零流至交换总机值机缘接线 电铃响零时告知用户接听电话 1960年代 供电式电话机为日本充电器公司之产品 其通话及阵灵之电流由机房的供电式交换机供应 使用时只要拿起听口机房端总机值机缘即可看到亮灯 插赛绳与主教用户通话 在街通被教方的电话 适合一般住家及公司行号使用 1980年代 600AE型按钮式电话桌机 由600型拨盘式电话桌机演变而来 特征是保留有圆形轮廓的面板 是早期广泛使用的按钮式桌机 颜色为黑色 电话的接听从借由接线声道直接拨画 其外形也由复杂至简单化 现在只要拿起就可以与对方通话 而电话的服务项目也从简单的通话 扩增了许多新式的功能 现在不管在多远的地方 只要轻轻一拨 就能与对方联系 是不是很神奇呢